恒指上星期变动不大 整个星期埋单就升了45点 而且见到内地股市其实都没有什么方向 好心300指数就全个星期就跌了13点 跌了0.3% 见到上星期恒指即是星期尾那三天就有一个反弹 但都受制于调十天线 你如何预视恒指这个星期的走势? 刚开始这样说 可能在2万点上展开一些公幅 但是如果在真正的部决策略上 用2万点来做一些指赚指设位 作为一些看上看下的分界线上 整体然而不是太过划算 因为其实都预料会在这个水平上上上落落 上上落落,穿穿插插插 炒波幅的range 可能在大约在2万9600 至到2万0500点这些位置上炒波幅 可能甚至会比较好 所以越近2万点就越次买大小 直播率不会特别高 当你尝试不停地去做的时候 当你技巧或者炒股票的功夫相对比较差的情况下 很容易会不停跌高买低估的状况 但是如果说最值得留意是什么 我觉得反而是一个最简单传统的理念上面 你看看大肆的成交金额 未来会不会改变 如果每天的日均成交金额继续维持着2万点 sorry 仍然继续维持着1万1000亿左右的水平 不排除继续在2万1点萃穿上了 haya下落 因为目前来说平常市场处一个状况 就是对于外围方面的经济体化上面 都仍然是比較審慎 但與此同時內地面對著問題 好像更加之大 突然不會有大量資金會有很大的入線肉 但其實跟過去幾個星期這樣說 假設你真的做一些長線的投資部署上面 你在20000點以下這些位置開始收集 問題就真的不是太大 即使大家好像美國一樣 我還是可能淡一點的情況下 下跌的空間相對地不會那麼深 而與此同時 論長遠的經濟表現上 我覺得內地的經濟狀況是比較穩弱 起碼他們有一系列的財政政策 可以刺激經濟穩定 現在最大問題都是內房問題 所以在部署策略上 就算看好市場也好 你不買一些風頭火災的內房就行了 就算是內房板塊上面 我覺得688、109都沒有問題的 你可以去買 所以我覺得暫時來說 在港股上面你可以選擇 用一些炒股不炒市的角度去看 但短線來說 指數就應該未必會這麼快 有個升浪出來 因為始終在這段時間 又關注業績期 而港股的業績上面 整體現場的表現上 我覺得又未必會有美負感受